吕智刚刚走出房门 就听见马厩里的妹妹 吕肃正对交作业的凡快一脸嫌弃 没用的东西 你什么意思 这几年 你军功倒是立了不少 也封了大将军 可你这身子骨怎么就不行了 你看看你看看 这才多久啊 你就躺下了 这不是连年征战 连日征战 都给累的吗 呸 我看你是让外面的野女人 把你弄成这样的吧 凡快某些方面虽然不行 但吕智对于这个妹夫的实力 还是相当满意 将妹妹支走以后 来到凡快身边套起了惊呼 你可是汉王最器重的将军 论功劳 军中没有人能跟你比 论资历嘛 从忙当的时候 你就一直跟随着他 将来他得了天下 风猴烈土 以前都无量啊 吕智的用意很明显 他要拉拢凡快这个妹夫 来成为自己的帮手 他千里迢迢 从沛县来找成为汉王的刘邦 本以为几年的离别胜新婚 没想到刘邦 对于这个逐渐衰老的发妻一脸嫌弃 更喜欢年轻漂亮的七夫人 七夫人这人还特别有心机 故意在吕智面前表现的 一脸人出无害的样子 主动去找吕智各种送礼讨好 身怀有孕的他回去之后 就假装生病 让侍女告诉刘邦 是从吕智处吃了东西才如此 刘邦以为这是吕智容不下七夫人 于是找到吕智不调查清楚 就一番痛骂 你不是很宽容吗 咱们现在是小肚鸡肠了 如果你在这待得不痛快 觉得不自在 我不拦着你 你可以走 吕智怎么也没想到 平日里对他和颜悦色的七夫人 原来藏得这么深 更没想到丈夫刘邦也不相信他 他知道这是七夫人向他示威 于是收拾行李准备回老家 夏侯英 周伯 曹灿 卢婉等 佩智兄弟知道此事后都来挽留他 大家都是佩智出来的 对于吕智如何大度对待七夫人 都一目了然 让他不要因为七夫人 这小人的陷害就一走了之 不然就中了七夫人的奸计了 不管刘邦如何受蒙蔽 还有佩智这群兄弟们给他撑腰 吕智对于他们的支持十分感动 这才选择留下来 而凡快又是自己的妹夫 将凡快拉到自己这一方 更是尤为重要 说他是汉王的得力助手 更是吕家的女婿 未来只有让刘盈成为汉王 才能保住长远富贵 而凡快从这一刻也加入了吕智的阵营 自始至终都支持吕智 这也是后来刘邦临死前 都要杀救命恩人凡快的最主要原因 吕智虽然留了下来 但自从七夫人生了一个男孩 并且取名刘如意之后 刘邦直接搬去和七夫人住在一起 完全将吕智晓在一边 此时的吕智才心灰意冷 找到萧和问他如何是好 萧和告诉他留下来 反而会让刘邦增添家庭上的矛盾 很难处理政务 不如按照原计划回到沛县 也能显示大度之心 吕智同意了这一建议 于是连夜带着两个孩子 和刘太公赶回沛县 得知此事的刘邦并未将他们追赶回来 只是让王林护送他们回到沛县 吕智和七夫人的恩怨 也从这一刻解下